日銀委員高田創週四指出 通膨達標終於在望 應該要考慮調整目前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包括退出負利率和直利率曲線管控 消息讓日元走升 日經新聞報導 蘋果最新產品頭戴式裝置Apple Vision Pro 拆解後發現日本供應商占產品成本42% 南韓和台灣各佔13%和9% 美國多個政府機構 近日再度要求 美國最大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應用材料 提供有關向中國客戶出貨的資訊 華府持續擴大對中共的制裁行動 以阻止先進晶片流入中國 迪士尼和印度億萬富豪 安巴尼信石工業集團 簽署協議將合併雙方 在印度的媒體業務 創建價值85億美元的合資企業 新唐人亞的電視整理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